来 怎么样减少贫尿 中医师的 你用的妙方是什么 当然耳朵这边也有一个穴道 可以来帮助你 就是按摩每天 除了我们刚刚吃的之外 用这些穴道来帮助它 比如说我们这里 这个很大 你会看到它这里会有一些穴道 包括我们这边 在凹槽 三角窝 然后这边有一个中间的凹槽的地方 它这里会有一个塑料管腎 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部分 我们在按摩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到这个地方 那当然我们一般来按的时候 这一个耳朵是很大 我们耳朵没那么大 所以我们大概用一个手指就可以了 对 所以我们会用一个手指的 或者是你大拇指 用我们的这个大拇指扣在后面 按它 用石子 我觉得用中指也不错 也OK 然后你就按的时候 你就要这样逆时钟或者顺时钟 逆时钟或顺时钟都可以 就先把它先顺时钟 然后逆时钟这个部分 通常我们一般来讲 这样如果能够按到 5分钟 10分钟以上 它有热热的效果最好 两边都要按 那通常两个耳朵都要按 对 所以我们会先把手先搓热 这样搓个300下 然后搓搓搓搓搓搓搓到热了以后 就会开始用它来这个地方 用耳朵 整个耳伦也可以 耳伦搓它用它 所以耳伦的时候要 其实我们这个是像一个胚胎的倒转的 所以头侧在下面 屁股在上面 中间还是我们的肠胃 所以这个地方要按的时候 其他地方耳伦的地方 我们要把它捏一捏 用我们的这个食指 大拇指的这个地方捏捏捏 揉压一下 对 那它就代表了这个地方 通常跟我们的骨头脊椎骨有关系 所以如果你捏一捏 你发现我耳怎么搞的 某些地方特别紧 特别酸脏 要把它揉开 所以这样子你那个地方的酸痛 也可以减少 减少 然后甚至你按按按按 按到这个眼睛的地方 下面耳垂的这个地方 你再把它多捏一捏 因为它这个跟我们的眼睛 是有关系的 真的 对 然后在这边有一些肾上腺素 然后这个地方的 都是我们的肾上捏分泌这些 所以你整个按下来 所以那里也要捏一捏 所以整个按的时候 可是对你的肾气的这个部分 可以多给它按 按压 然后甚至于按完以后 还可以用这个毛巾热敷热敷 让它整个两边就会很舒服 这个部分是我们在这个部分 可以稍微减少一下